大家早 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呢 是一个学员问我的 那当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里面 我们都会类似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可能这个困境不太一样 就是对于未来感到焦虑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些什么呢 好 各位其实我们曾经说过 焦虑呢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 但是其实这个说法呢 还不够精准 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再深入一点来看 你如果朝着你的理想前进 那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可能有确定的时候 就像老师现在 虽然很清楚的知道我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能走到什么地方呢 我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是不是最后能够如我所预料的呢 当然我是不确定的 可是这种不确定呢 往往怎么样 会被你视为是挑战 而不是焦虑 那么困扰你的焦虑是什么呢 其实里面有个隐藏的一种关键 就是有一种冲突在里面 来我们先这样讲 这个冲突就是你们心里面 会隐隐约约的觉得 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 但我又似乎没有更好的 就像你考上大学的时候 你会想跟自己讲说 我是不是真的就是要 开始过这样的一个大学生活 那这是不是我要的呢 可是我好像又没有更好的 或者我闭了业之后 各位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到 这就是一种已知的不确定 而不是我们刚刚说的 未知的不确定 什么叫做已知的不确定呢 好 来我们用一个 这个求学时代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遇到的 考试为什么会感到焦虑呢 好 各位 其实事实上 你是隐隐约约觉得 你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你觉得自己好像怎么样 可能会考不好 然后呢 你希望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准备 好 可是你要记住 那当然不是事实 有些人怎么准备 他已经很完善了 可是还是隐隐约约约觉得 好像还没有准备好 他纯粹是你的感觉 不过呢 有时候这个直觉呢 也是有它的准确度的 所以呢 我更喜欢的就是把焦虑 视为是一种线索 好 这个线索其实在暗示 你在告诉你什么呢 好 各位就是你应该要好好开始 规划自己的生命蓝图了 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们会开始觉得 对已知的不确定 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已知是什么 这已知呢 就是所谓我们外在世界的一些准则 有人说是什么潜规则 也有人说这个就是文化背景 各方面 举例来说 高中了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呢 好 你会很直觉的说 那我当然要考大学啊 当然其实高中毕业之后呢 有很多 我们这样讲 很多种选择 像现在已经有人啊 开始有这个gap year 或者是什么 不见得留在台湾读书啊 那可能呢 甚至呢 也有人呢 就出去工作了 当然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什么 还是找一间大学念 那如果今天大学毕业 然后呢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找一份工作呢 好 你现在想想看 你可能在还没有离开大学的时候呢 OK 好 你可能都是这个吃住啊 什么都是家里啊 然后甚至你爸妈还会给你零用钱吧 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多了这个半年一年 离开学校之后呢 你就会开始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要拿点钱回家才对 我先讲 各位 这些观念呢 我们不是谈它对还是错 而是你为什么会怀疑呢 你浮现了什么东西 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说 各位 是不是一定要先成家再立业呢 好 我现在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当我们问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这个应该哦 其实就是一种规则准则 那么也就是说 你要问自己的事 你是符合这个世界的规则 还是你在努力找到自己的节奏呢 OK 几岁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你长大了耶 好 这些话呢 其实事实上怎么样 都没有一定的标准 各位 有人在十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大了 有人可能到三十岁四十岁 他还是啃老竹 还是怎么样 还是很幼稚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 来 我们来想想看 当我们的焦虑 其实呢 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有我们的节奏 可是好像跟外在的世界产生的不一致 就好像我常常问学生说 到底你出社会之后 这个找工作啊 那如果假设做了一阵子之后呢 你就觉得 这个工作好像不是我自己要的 那我到底该不该换工作 如果我那个换工作的这个频率很高 那我是不是就是草莓组呢 好 其实呢 这个都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 但是呢 外在绝对有他对你的观感 而这个观感往往是什么 是一个大家习以为常会认为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问题是你自己知不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在实践你的生命蓝图呢 好 所以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气 勇敢倾听自我内心的勇气 所以我想要让你认识一个人 那他是一个YouTuber 其实我是因为我太太在追踪他之后 然后才跟我分享 那他最近呢 拍了一部影片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他说他庆祝有20万的订阅 所以他回答粉丝一些问题 那我太太就跟我分享他的故事 我就觉得蛮值得跟大家分享 他是一个在这个法国学厨艺的厨师 他叫做阿诚师 好 各位你听到这个名字感觉起来怎么样 好像有一点年纪 而且看那个照片 其实他才31岁而已 那所以呢 他很清楚知道自己的定位 所以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很接地气 那我在看他的这个最近这一集介绍里面 我才知道说他的一些背景故事 其实呢 他是一个高材生 他跟自己他在影片中说 我国中还蛮会读书的 所以他考上这个台中的 这个第一志愿台中一中 好 接着他念了这个台科大的工业设计系 可是在念这个工业设计的过程当中 他才发现到自己好像对 这样子的一个科系 并没有很浓厚的兴趣 他说他大四的那一年都在干嘛 各位你应该猜得到 他都在这个做菜 然后呢 可是因为他并不是什么 他并不是这个 很早就开始这样的一个 做餐饮啊 这个他只是兴趣嘛 所以呢 毕业之后当完兵哦 某种程度 他等于是像宅富在家 然后就是并没有赚什么钱啊 然后做做这个烘焙啊 干嘛的 然后他妈妈就看不太下去啊 就跟他说 不然这样好吧 你既然真的对餐饮有兴趣哦 你要不要呢 就是这个出国去学餐饮 他当时心里想的是 这种东西干嘛一定要出国学呢 那台湾也可以啊 对 直到有一天呢 就是有一个这个从澳洲这个游学打工啊 回来的朋友就跟他讲说 既然你妈妈有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 人家想出国还不见得可以 你干嘛不去试试看呢 他就这样想说 好像也是哦 那他就去试试看 他想说那既然要学厨艺啊 大家直觉就会想到一个国家 叫做法国吧 对不对 好 于是呢 他就决定要去法国 可是呢 他就在法国这个搜寻这个餐饮学校的时候 他就发现到奇怪了 怎么搜寻到餐饮教都是那一两间 那两 就是那几间的 法国这么大 他就在想说 会不会是因为他是用这个英文啊 或中文来搜寻啊 所以他就决定先去读这个法国的语言学校 学会了法文之后 很有意思哦 当他学会法文之后呢 好各位 他在用法文搜寻的时候 才发现到说 原来餐饮学校这么多 只是因为他之前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这个英文跟中文 所以每次都搜寻到的 就是那几间而已 原来这个法国啊 几乎啊 每个乡镇啊 几乎都有这样的餐饮学校 他就这个寄了这个履历过去啊 然后呢 终于被某一间录取 那你发现到 当他被录取之后 上课很有意思 为什么 因为大多数的这个外国人呢 他们用这个中文或英文搜寻的 他不会搜寻到 这一间这个餐饮学校嘛 所以呢 整个餐饮学校里面呢 好就是他一个这个 台湾来的外国人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好 这个过程里面呢 他也开始快速的成长 后来成为这个YouTuber 然后 他的这个YouTuber上面呢 很有名是 他有一个法国女友 然后他们常常有很多互动 很有意思 好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去看他的这个YouTuber节目 但是呢 我从他故事里面呢 我发现到有三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想跟这个同学们 我想跟伙伴们分享一下 好 当然这三个关键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 并不是大家有什么都提到的 好 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好 各位叫做 有能力做好就做到最好 所以当他发现到一件事情是 其实我读书还不错啊 我这个其实我还蛮会念书的啊 那我也不知道说 到底这个念书最后会带给我什么 反正我能做 我就努力做到最好 好 接着第二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各位 你有没有还记得刚才他说什么吗 他说 我一开始的时候用中文跟英文搜寻 那就是搜寻到那两三间这个餐饮学校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了 其实我们往往看到的世界太小 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符合世界的这个节奏 来我问大家 你符合世界的节奏 你的世界是什么 是台湾的社会 还是什么 各位 是你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告诉你的 是你周围的同学 各位 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他学会了这个法文之后 他看到的竟然不一样 所以你要记住 你要找机会去看更大的世界 学习是开启世界的大门 所以你发现到吗 那个从澳洲游学打工回来的那个朋友 某种程度 真的是他生命中的贵人 因为他让他知道 他应该要去看更大的世界 好 所以在我们打造自己的生命蓝图里面 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焦虑 其实有的时候呢 我们为什么会对未来的焦虑 原因是因为 你的未来太窄了 那这个太窄的过程当中 就会让你开始感到焦虑 因为你会心心想是 难道我人生就这样而已吗 当然不是如此 所以各位亲爱的伙伴 在还没有看到更大的世界之前 你要做的就是维持成长 OK 当你维持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好 来 我先跟大家讲 过程当中还是会有焦虑的 焦虑是合理的 因为只要你开始思考 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某种程度就会跟现在呢 是会产生某些冲突的 好 但是在你维持成长的过程里 无论是今天 各方面的专业能力的成长 卵实力的成长 人际方面的成长 甚至身体方面的成长 我讲身体方面的成长 可能是什么 你真的运动啊 锻炼肌肉啊 各位 各方面的成长 你就会发现到说 好 来 只要记得 不要因为焦虑 而以为自己的人生来不及 你只要有在这个维持的 成长这个步骤里面 然后你慢慢慢慢的怎么样 去逐步规划 你想要实现的人生蓝图 好 各位 人生绝对没有什么 来得及或来不及 你要记得 举个例子来说 你如果假设现在要赶一台高铁 你就会来不及了 那是因为 你被这个高铁 这个班次所限制住 因为它就是这样 这个时候它会开走 所以各位 当你觉得来不及的时候呢 你就是落入了 别人设定的节奏里面 好 当然我知道这不容易 因为 我们不太可能 完全不在意 别人的观点 观感 而且我常说过 别人给你的建议 或别人对你的感觉 也不是不参考 对你来说 那也都是很重要的资讯 但是不要忘记了 它应该是帮助你 在你自己的节奏里 可以走得更稳的一个 我们这样讲 资讯也好 工具也好 OK 好 来 所以在今天最后呢 老师跟你分享这本书 叫做人生不必走直线 那这是少数 老师 在这个反读行动 分享完之后呢 还会不断的 在很多演讲里面提到的 我很喜欢这本书 好 那书里面呢 其实有告诉你说 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层不变的 触发点 总会出现 并改变你的人生 好 如果你觉得这个读书麻烦的话 你可以订阅老师 这个线上的影音馆 你就可以 在一个半小时里面左右 就把这本书呢 读完 那老师也帮你讲解 那但是呢 这一句话呢 请你好好放在心里面 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 是当你不断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的人生就会出现很多的触发点 来 感觉自己卡住 没有什么不对 刚刚讲过 焦虑是合理的 可是你放任自己卡住 这一点都不对 所以当有焦虑 这样的讯息出现的时候 他在提示你 他在暗示你 各位 他在督促你 要开始行动 要开始规划 你自己的人生蓝图 开始不断的维持成长 看到更大的世界 好 今天的每日力量小语呢 我想跟你分享的是 做自己 就是在每一个关键时刻 跟自己说 这是我选择的人生 各位 是你的选择 你就有你的责任 而这责任 就会是一种力量 如果不是你的选择 这个责任 就变成了压力 OK 好 这是我们今天 要跟你分享的 大家早安 是的 好